最近大热的延续攻略 也是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愚症的实力 相信很多人原本都是抱着吐槽的心理来看这部剧的 结果却意外的挺好看的 于是就这么追下来了 而在剧里扮演女主魏英洛 也是借着这部剧大火了起来 但是其实妹子已经出道八年了 这些年也参演过很多的影视剧 接下来就让小编来盘点下 吴锦妍 这些年里的影视剧中的装扮都有哪些吧 一 无问习东 林辉音这部电影是十二年就拍了的 是因为各种原因直到十八年才上映 吴锦妍在这部电影里扮演的是一代残女林辉音一角 大家就觉得吴锦妍的气质 跟林辉音有没有一点相似 二 烽火家人 《青平红语》这部剧是吴锦妍第一次尝试 一人分屎两角 本身长相就有点复古的吴锦妍 扮演这个年代的角色也是很适合的 三 少年四大名簿 何小玉在这部剧里 吴锦妍扮演的是秀女何小玉 又是一个非常小的配角 不过古典美女吴锦妍倒还是挺适合这个造型的 四 激战 江子云吴锦妍 在这部剧中饰演温柔可人 把爱神埋在心里的新四军军衣 江子云小小的脸 大大的眼睛 这个角色还是比较让人心疼的 五 多情江山 婉儿在这部剧中 吴锦妍扮演的是皇太后的侍女婉儿 也是一个小配角 这个装扮看起来 也是非常的像一个丫鬟 六 美人如玉剑如红 梅婷在这部剧里 吴锦妍扮演的角色 终于不是很配的那种配角了 终于是个有点分量的角色了 但是却也是一个比较悲情的角色 大家觉得这种装扮适合她吗 七 守卫者浮出水面 梅小冉这部剧是一个现代剧 吴锦妍也是很少见的演的现代剧 她在这部剧饰演的是国安侦察员 梅小冉短发造型可还行 八 老浩儿 郑宏在这部《众星云集》的电影里 吴锦妍扮演的自然又是小配角了 这身装扮配上这个神情 演技还是在线的 九 外摊的钟声 杜欣这部剧里 吴锦妍也终于当了女主 近乎素颜外甲学生头 还是很贴合角色本身的 十 秀丽江山之常歌行 许颜值吴锦妍 在这部剧里扮演的是原位 立法师女 后卫许美人的许颜值 这部剧的造型 还是非常霸气的呢 十一 昭哥 打几月好优机这部剧就厉害了 吴锦妍是一人分尸三角 而且造型也是极美的 小编个人觉得这部剧的造型 是吴锦妍所有造型里最美的一种 十二 守护力人 朱琦琦这部剧里吴锦妍扮演的 是一个幻灯幻尸 爱慕虚荣的女子 配上吴锦妍苦情细的脸 倒也是很适合整个角色 十三 凤求狂 冯婷吴锦妍在这部剧里扮演的是 年纪轻轻就手握重拳得人 但是为了巩固地位 也是机关算尽 这部剧的造型在播出的时候 已经被网友潮翻天了 小编就不过多地评价了 十四 你是我的答案 白小璐这部剧是今天才拍的 吴锦妍也是担任的女主 一部现代剧 单看剧照 似乎还是不错的呢 十五 缘喜攻略 魏英洛很多人都称这部剧 女主人设非常得人喜爱 不傻白甜 心思缜密